为何在《甄嬛传》后孙莉不再与蒋新有对手戏,孙莉采访兔诗情。 继大火的《甄嬛传》后,《芈月传》也是再度掀起收视高潮。 《芈月传》的受到观众追捧的其中一个原因,自然少不了原班人马这个剧组团队。 《芈月传》由甄嬛传原班人马打造,不少剧中的角色都是熟悉的老面孔。 其实不乏华飞蒋新,和锦西姑姑孙茜。 而在《甄嬛传》中与甄嬛孙莉对手戏最多的两位,在《芈月传》中居然连同框的戏份都没有。 这又是为何? 之前也有《甄嬛》和《松丽不合》的传闻传出,不过甄嬛也开玩笑澄清表示,两人根本没有传闻中的互掐。 我们压根键不到面,整部戏没有交集,没有对手戏,怎么掐? 孙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坦言,我们《甄嬛传》的演员,蒋新和孙茜,其实都和我没有对手戏。 当被问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孙莉吐露实情道,为了避免和他们的眼神的交流。 因为只需跟他们有眼神的交流,就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过去,会跳气。 孙莉与兰西就有几场对手戏,但都被吕斯喊停。 原因还是因为在《甄嬛传》中入戏太深。 孙莉也表示,心里觉得怪怪的,扮演方式必须去区别和改动,不然戏过不了。 。 对此网友也是纷纷表示惋惜之情,难道合作过的。演员都不能一起拍戏了吗? 可见演员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也是费了大量的心血,投入了大量的功夫。 才能呈现一步步的好作品给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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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